面对科技禁用的不平等现象 与减缓不平等的方式 下列叙述何者是错的 政府在建制科技硬体设备时 应该是以使用频率 作为最主要的考量 是吗 应该是说 有没有公平的 让大家都有发声 发表意见 或是获取资讯的机会吧 怎么会说使用频率呢 使用频率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A就错了 好 就是说有没有公平使用 大家都可以用 公平发送 公平使用 A不对 B 数位落差下 能使用新科技的个人或机构 更有权利去控制传统 对 控制传播的模式跟通道 因为资源在你手上 这个叫数位落差 C 资讯富人比资讯穷人 更有可能将获取的资讯 转变成更高的社会 对 没有错 来了 数位落差 财富 社会地位 的差距就拉大了 猪 即使数位科技使用劣势人 也不该被排除在公共议题领域讨论之外 对 同学猪没有错 有同学跟我说老师 这个猪这不对 它不能用 你要知道 它在网络上面 带风向 甚至所谓你们 大家开玩笑所说的 1450网军这种东西 你不能排除它 懂吗 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网络 它也包含了带风向的人 它也包含在网络上面 在那边拴来拴去的人 它也包含了 帮 某政党辩护的人 这些都是要包容 各位同学你要注意两个字 包容 网络会包容他们 你不能 你就不能说因为水脏了 就把婴儿也泼出去了 你懂吗 但我们说去改善 去调整这样的环境 其实网络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美好 它总是会有一些害群之 那你要想办法去用一些 可能是其他的一些 相对合理的管理方式 去降低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不要去排除它 知道吗 所以像这一题的话 珠是正确的 它不该被排除 懂吗 所以这一题 我们就只有A是错误的 这里之前是一个人的 这一题的话 我们就会被排除 我们就会被排除 这一题的话 我们就会被排除